咱们奥迪的贯穿式尾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前面是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座椅按摩 四个座位全都有 座椅记忆都有 都有 座椅记忆是四个座位全都有 而且它的座椅全都是华格纳的 脾质超级棒 坐上去我保证你不愿意下来的都 到家了都不愿意下来 가까60的多少钱 60的是194万2,800 4.0Tv8的发动机 所以那款要比大美介绍的贵一些 咱们无论是家庭用车 商务用车 3.0T的足够用了 高功率的多少钱 我们看的这台车就是高功率的 3.0T高功率有两个配置 一个是我们现在看的这台 106万6千8 优惠完是91 然后它上面还有台尊贵型的 优惠完的价格是108万 恭喜敷衍这位朋友 获得那个钥匙扣了 对 恭喜你 获得了钥匙扣 恭喜敷衍 获得了精美钥匙扣一只 A8里边是满满的仪式感 方向盘电动调节的21款 现在已经是全系标配了 虽然方向盘电动调节 我们不常用 但是这个电动调节的 就是要比手动调节的 它位置更精准一点 这个阻尼调节特别好 你上手一摸你就知道了 这一看就是奥迪的方向盘 就是你这个阻尼一调 特别的棒 然后它方向盘的形状 航空铝制的 经常开车 握着3点和9点的方向 以及换挡拨片 全都是铝 这个车操控台这个位置 除了铝啊 钢琴烤漆就是纯胡桃木了 全系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胡桃木可以翻过来的 大美给我们翻一下看一下 大美给你们翻 还是让空调给你们翻一下 会出了一个小人 上面贴着super race surprise 看出风口出来了 隐藏似的 它不像其他车裸露在外表 它是你不用空调的时候 你就一关 按一下off的键子 它直接就给扣上了 看不到出风口在哪里 所以买这个车老板千万别在这会儿 再整香薰手机支架来 你容易把它弄坏了 容易夹着 容易把木儿夹坏了 而且这个车是没有必要放香薰和香水的 因为它原车自带香氛系统 它是有两种味道的 阿尔卫斯山的味道 以及地中海的味道 它那个精油是进口的 当你吹完之后到塞便去换 非常便宜 对 浓度也可以调 有的老板鼻子可能 都便宜到都配不上这个车了 你知道吗 那样的吗 但味道怎么那么好闻 有人说桃木贴片 七倍程很多都有那种假桃木贴片 但是这个车是纯实木的 这怎么可能给你用贴片 这啥车能配贴片 咱别说这款车了 咱们家今天展通那台蓝色的Q5L 带大家看的 那个都是木质的 是纯木质的 不是后改的 一般我们后改的朋友 喜欢改成那种贴片的 我手机里面 有贴片的 对 我有个A6的车主 他在某宝上买的 花了几百元 买了桃木贴片 很像 这个是贴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叫贴片 看到了吗 这是自己贴的 这个叫贴片 那应该很便宜 几百块钱 这一套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就选装咱们A8这一套 纯糊桃木的内饰 大概是三万块 非常贵 它不仅这个位置有 这个位置有 它门板还有下边这个位置 全都有 谢谢艾瑞池 骑车送来了好多礼物 谢谢 S4有线车 没有线车 468800 落地的价格 大概是53左右 咱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第二排 有人说石墨的胡桃木 是8000元 一方 一平方米 是吗 我不懂 我的天 它说的比较专业 你是做这个的吗 反正就是很贵 特别的贵 因为它这款车 用的面积也比较多 您这都用了 看到吗 这个地方全都是纯胡桃木 四个车门上也都是 对 四个车门 还有门把手的一个地方 用的全都是纯胡桃木的 这车一定要用纯胡桃木的 这样是喜欢古玩的朋友 可以买个这个车 上车就盘它 对 司机开车 你就坐后边开始盘 你就开始盘 这也有 坐后边可以盘 盘的增量增量的 这款车 它主要是为了彰显咱的身份地位 你说谁没啥事 说小年轻上下班待步 就买个A8 也有这样 但是小 大部分的还是说 要体现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 或者是生意用途 所以你里边一定要体现品质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纯胡桃木 这也为什么咱们A8全系都给大家 配了这个木儿的内饰条 A8有五座的吗 A8有五座的 我们现在看的这台车就是五座了 这个是五座的 四座版本的 这个扶手箱和前面是连起来的 连通的 然后会多了两个电视 还有租底按摩 然后还有什么 两个航空小桌板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激光大灯什么的 比这款价格要贵一点 咱家有先车 五座版本的中央扶手 你是可以抬也可以放下来 有选择性的 四座你就彻底抬不起来了 只能坐四个人 但这个车肯定坐四个人舒服 你就把它放下来 因为我们后排座椅也是电动调节的 全系标配后排座椅电动调节 像头枕 这都是垫的 这头枕真的可舒服了 我每次把手往上一摸 我都感觉到特别软 对 然后背部什么都带按摩 小时代包含的价格 这台3.0T高功率55豪华版的A8L是106万6千8 优惠版的价格是91万 扮下来的价格是100万出头 那我们A8L就看到这里 好吧 刚才说了 我们看完一款贵的车型 就要看一款便宜的车型 便宜的车型 我订那台A3L怎么样 好呀 这么便宜 对这款是3.0T的 4.0T的要贵一点 你看有钱 4.0T的是194万2千8 搬下来的话要200大多 有钱的老板还是多吧 咱们去看那个A3L是不是 那个A3L这台真的得看一看了 这台应该是卖了 咱们趁它没有开走之前 给大家展示一下 三箱的A3L 现在咱们的A3有两箱有三箱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人问A3 这一箱的价格 装配20万07千 这一款是22万5的 是A3L里边的顶配版本 恭喜 这个名字我不认识 恭喜你汪先生成为了尊贵的奥迪车主 他是七夕体的车 他说终于加入了奥迪的大家庭 恭喜 而且你还在这么特别的日子加入了大家庭 给没给你准备礼物 他的外观大家看到没 是蜂窝网的 现在A3全都是蜂窝网的 无论两箱三箱 无论低配高配的 而且他有质雅版本 质雅版本也是蜂窝网 A3现在改的真的是相当好看了 汪浩东先生 那个字有一个明星有那个号 但是我没敢念 我怕人家名字念错了 没有礼貌 我没敢念 恭喜你 恭喜 他的进气格山前的小时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我又在我们家小区发现了一台奥迪车 他开的是一台哥特蓝绿的A3 老漂亮了 你们家小区怎么这么多高端车呢 对我们家小区 还是说你有好几个小区的房子 这个就不给你们透露了 也不行 他这个哥特蓝绿就是奥迪的A7选装的那个花38000 选装一个颜色哥特蓝绿 A3现在有 而且我们家到车了竟然 竟然 竟然有一台哥特蓝绿的线车 颜色没有差价 这款车一共有10个颜色 新年卖的比较火的颜色 环礁蓝 哥特蓝绿 天云灰 还有就是这台非常经典的白色 这应该叫冰川白 有朋友说去你们店里面能让您给我们介绍车吗 可以 就是你只要不赶成中午的时间点来就可以 上午下午都可以的 我介绍车该说不说老专业了 我们那里应该我是最专业的 为什么中午不行 中午直播 每天中午都要直播的 大灯是LED的 全系标配LED的大灯 而且你看这造型是不好看 现在新款A3大灯的造型跟奥迪A5似的可像可像的了 入门级也是跟它一模一样 从车头这个位置说实话 你根本判别不出来它是入门级的还是高配的 但是轮毂能看出来 轮毂一眼就能看出来 因为它高配的轮毂真的好大 谢谢汪浩东先生送来的爱的纸贺 我看咱们今天看的 我看咱今天看啥车是19 QL制牙版本的轮毂是19的 低功率的 就这么大 它入门级的17的 中配18的 高配19的 而且抛光对比色 居然有朋友问 说这个车是A5吗 它不是 它是A3 它确实有些地方很像是A5 被你发现了 它灯就很像 它的灯和中网 确实是和奥迪A5有些像 对 我没跟你说 我今天早上 我在我们小区看到那台 哥特蓝绿的A3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也是 我以为是A5 再来理解一看 我知道它说啥了 它说的是这个 它说的是这个盏灯 这个盏灯 这个位置之前放的 确实是A5 但是这个换车了之后 可能忘了更改过来了 但是我刚才那句三话是真心的 不要在意细节 然后它是三 咱俩这个配合得太好了 我可以说 配合太好了 三箱的 三箱的要比两箱的贵一点 我知道我们这部家里 有很多喜欢两箱的 两箱的是